《路加福音》第十三章 正在那时,来了几个人把有关加利利亚人的事, 即彼拉多把他们的血与他们的祭品参和在一起的事报告给耶稣。 他回答说, 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亚人比其他所有的加利利亚人更有罪,才遭此祸害吗? 不是的! 我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都要同样丧亡。 或如史罗亚塔岛下,而压死的那十八个人, 你们以为他们比耶路撒冷的其他一切居民罪债更大吗? 不是的! 我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都要同样丧亡。 他说要这个比喻说, 有一个人曾将一棵无花果树, 栽在自己的葡萄园内, 他来在树上找果子, 但没有找到, 便对原丁说, 你看, 我三年来在这棵无花果树上找果子, 但没有找到, 你堪掉他吧, 为什么让他荒废土地? 原丁回答说, 主人, 再容他这一年吧, 代我在他周围挖土, 家想睡, 将来若结果只便算了, 不然的话, 你就把他砍了, 安息日, 耶稣在一会堂女师教, 有一女人, 病魔前身以十八年了, 与流着, 完全不能直立, 耶稣见了他, 便叫他过来, 吸他说, 女人, 你的病已消除了, 谁吸他按手, 他即刻就挺直起来, 光荣天主, 会堂掌恩弃弄耶稣在安息日治病, 便吸众人说道, 有六天应当工作, 你门在这些日子女可来治病, 但不可在安息日这一天, 主回答他说, 假善人哪, 你门每一个人在安息日, 有不解下躁上的牛颅, 牵去饮水的吗? 这个女人原是亚巴郎的女儿, 她被撒旦前住已经有十八年了, 安息日这一天, 就不该解开他的束缚吗? 当耶稣说这话时, 所有敌对他的人, 个个惭愧, 一切民众因他所行的种种辉煌是迹, 莫不欢喜, 耶稣又说, 天主的国相似什么, 我要把他给作什么呢? 他相似一粒戒指, 人取来种在自己的园中, 他随生长起来, 成鸟大树, 天上的飞鸟都凄息在他的枝头上, 他又说, 我要把天主的国给作什么呢? 他相似教母, 女人取来藏在三斗面中, 直到全部发酵, 耶稣经过城市乡村, 徐处施教, 朝着耶路撒冷走去, 有一个人吸他说, 主,得救的人果然不多吗?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竭力由窄门移入罢, 因为将来有许多人, 我告诉你们, 要想进去, 而不得入, 及自家主起来把门关上, 你们在外面站着, 开始敲门说, 主,请给我们开门罢, 他要回答你们说, 我不认识你们是哪里的, 那时, 你们会说, 我们曾在你面前吃过喝过, 你也曾在我们的街市上思教过, 他要说, 我告诉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是哪里的,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都离开我去罢, 什么时候你们望见亚巴郎, 伊撒格, 雅各伯及众先知在天主的国女, 你们却被弃在外, 雅女要有哀号和切齿, 将有从东从西, 从北从南而来的人, 在天主的国女坐直, 看罢, 有最后的将成为最先的, 也有最先的将成为最后的, 这时刻, 有几个法利赛人前来吸耶稣说, 你离开这女酒吧, 因为黑洛德要杀你, 耶稣给他们说, 你们告诉这个狐狸吧, 看, 我今天明天驱魔自病, 第三天就要完毕, 但是, 今天明天以及后天, 我必须前行, 因为先知不宜死在耶路撒冷之外,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你女次残杀先知, 用石头击斃那些奉命到你这女来的人, 我多少次愿意聚集你的子女, 如母鸡聚集自己的初鸡, 在他刺翼下, 可是你们偏不愿意, 看罢, 你们的房屋必及你们撇下, 但是, 我告诉你们, 你们断不能再看见我, 直到你们说, 因主明而来的, 当受赞众的时刻来到, 在赞众的中心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